大拜拜小拜拜 要達成什麼很堅定的 共同的做法很難 這一次中國可以說是 不管實質的表演都非常的成功 主動說對貧窮國家完全免關稅 吐槽誰 吐槽美國 全世界都要課20%關稅 假星星說我要拿多少美元出來補助 這個世界銀行轉給南方國家 拜登實在混江湖 混得實在有過差 先開空投支票 在出席G20會議時 習近平那麼他特別一方面 是談了原則 談了很多的呼籲 比方說要少一點小院高牆 要幫助開發中的國家 這些理念還有直接他也呼籲 大家都要努力一重來付諸行動 但是他提到的這個八項行動 支持全球南方 裡面根據新華社報導就說 要為一帶一路新增高達7800億人民幣融資 為非洲提供3600億人民幣資金支持 並且要給中國建交最不發達的國家 百分之百零關稅待遇 希望2030年從這些國家進口超過8萬億 8兆美元的商品 而在此同時呢 那我剛剛講中美都要比一比 那現在呢你來看一下拜登 他有來參加啊 拜登有說他也承諾 美國會向世界銀行附屬機構國際開發協會 捐40億美元 用來幫助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 那麼甚至美國的官員強調 這項承諾可是歷史性的 拜登的這個手法是有點作弊 因為拜登他強調他是捐給聯合國的開發 國際開發協會 國際開發 然後事實上是世界銀行 可是觀眾朋友 世界銀行掌握在誰手中 誰的手中呢 在美國人手中 那也就是說看起來是他捐給這個世界銀行 但是你要向世界銀行 申請這一些款項 申請這一些貸款 那請問你是要經過誰的同意 所以絕大部分還是美國人同意 所以等於是美國人 他還是會有條件的 也就是說表面上看起來美國是給聯合國 但事實上美國還是掌控在自己手中 而且在這個世界銀行裡面 美國的股份是最大 美國具有一個國家的佛缺權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事實上當他貸款出去 他的收益美國人再把它收回來 這就是美國人玩的這種兩手 所以玩到最後還是美國人自己賺最多 但是問題就在於還是太小氣了 就拿了300多億港幣 這個真的不算什麼錢 那中國大陸拿出來的 那就是幾千億了 拿出來幾千億但是是貸款 可是一般來講大陸的貸款 事實上是比較低的 也就是說因為一般來講 發展中的國家他確實需要基礎建設 可是他沒有錢 他沒有錢怎麼樣 可是那個建設蓋好的話 可以促進當地的這個經濟的繁榮 而且當政府在貸這個錢開始在做的時候 他可以產生陳述的一個作用 那這樣的情形對於當地的政府來說 絕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陸的目前的做法 他是永遠站在發展中的國家的隊伍裡面 然後他在協助這些發展中的國家 就是我們所謂的南方國家 他在協助南方的國家讓他們逐步的富裕起來 南方國家只要中產階級越來越多 他們向中國大陸採購的進口的產品 會越來越多 所以大陸一方面像南方國家 那麼進口產品 二方面像南方國家出口產品 所以彼此之間貿易額就一直拉大 這也就是為什麼會定出一個目標 說未來要跟這些發展中的國家 等貓易額要達到八萬億 其實這個八萬億八兆 這樣子一個目標其實就是說 希望能夠讓發展中的國家 也都能夠現代化 換言之也就是 他的演說並不是只是一個目標 只是一個願景 他事實上還是有具體的手段 集團體不是一個政府當然沒辦法課稅 他所謂提出課婦人稅是一個呼籲 如何讓所有的集團體的會員國 都能夠針對婦人課徵特別稅 可是現在美國是拜登 再過60天以後 美國總統換成川普 川普說課什麼婦人稅 減稅 所以是白搭一場 那我是覺得 阿根廷為什麼起來反對 阿根廷是幫川普說話 小川普幫老川普說話 所以這個唱唱高調可以 各國的政策跟狀況會不太一樣 原來美國覺得說 我減婦人稅 有我的川普的一個策略在裡面 那你其他國家是比較左派的立場 你要渴婦人稅 像中國渴婦人稅不是問題 對不對 所以這個各國掙錢不同 你要統一的去達成這樣的一個目標 困難度很高的 不要說這個 這個2023 那個在新德里舉行的G20 當時習近平主席沒有去 換李強總理去嘛 也不寫了一大堆 氣候峰會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我們要解決氣候峰會 現在川普來了 我要退出氣候峰會 所以這個 他這是個道德 道德一個提倡的一個機關 要所謂有其一行動 G20不可能像G7這樣子 很容易達成共同的行動 那未來可能比較容易達成共同的行動 就看看京專國家組織 大部分的這種拜拜 大拜拜小拜拜 要達成什麼很堅定的 共同的做法很難 不容易 尤其像集團體 集團體表面上是說幾個20個大國 但20個大國不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 比如荷蘭就比裡面好多國家都有錢 那沙特那更不用講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宣揚 各國的主張的一個表演場所 那這一次中國可以說是不管實質的表演的都非常的成功 他提出很多意見 然後他中國主動說對貧窮國家完全免關稅 吐槽誰吐槽美國 吐槽美國 全世界都要課20%關稅 那你要假猩猩說我要拿多少美元出來補助 這個世界銀行轉給南方國家 現在問題是你先學中國對貧窮國家全面免關稅吧 因為國家的經濟成長 要靠內需真的很難 靠貿易是比較容易做的事 靠貿易又有關稅的問題 又有很多奇怪的貿易壁壘的障礙 那你不如把對這種比較窮的國家 給他這種更低的貿易門檻 更低的這個關稅稅率 來協助他買他東西 讓他東西能夠出口以後慢慢帶動他經濟成長 就給他釣竿嘛 這比較實際啦 那其他的基礎建設 中國願意給他融資 這好方法 那你美國拜登臨去秋波 你那一點點 他根本就是給烏克蘭的領頭啊對不對 拿去買砲彈炸掉都比你那個多很多 我是覺得這個拜登實在混江湖 混得實在有夠差 而且拜登說要給 那到時候川普上來又說不給了呢 當然不會怕 這還有解釋嗎 所以一切又被推翻就是了 拜登現在就是先開空投支票 給川普壓力嘛 比如說我批准烏克蘭可以打這個 300公里的導彈 然後讓這個川普要是24小時停戰做不到 他每一次都不幹這種事情啊 輕鬆扶平皺紋 换回青春自信 黑S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火腹路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對